那首先我们需要有截履 截履是什么呢 佛教的截履 尤其是大乘佛教的截履 都是一个 第一个它是非常开放的 第二个它是非常非常的人心化 人心化 它没有那么的教条 这个里面没有什么教条性的东西 也没有一个很死般的 没有一个很死般的 所以它是很人心化的 那么这个比如说居室 我们今天的在座的 都是大部分都是居室 那么居室截在佛经里面讲五条截 五条截就是杀到淫王救 然后这五条截在任何一个时候 从任何一个时候 比如说杀 节律里面讲的就是杀人 不允许杀人 这个我们在任何一个时代 任何一个地区 任何一个环境当中 都是不允许的 就是为什么不允许呢 我们大家都会讲 因为这个是罪过 所以不能去做 那么它为什么是罪过呢 它是什么叫做善 什么叫做恶呢 善和恶的区分是什么呢 以什么东西来区分善和恶呢 它的表准是什么 大乘佛教就讲 凡是对众生 凡是对某一个众生 有害的这样子的行为 这样子的言论 这样子的念头 都叫做恶 为什么是恶呢 这个并不是因为它违背了 释迦牟尼佛的要求 并不是说它因为违背了佛教的交易 不是这样 那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它对终生有害 所以是罪 这个是很重要的 大家要记住 这个没有 比如说不论杀神 为什么不允许杀人 为什么 这个并不是说 我再重复一遍 这个不是说 这个因为释迦牟尼佛 说不允许杀人 然后呢 现在去杀人 就是因为违背了佛陀的 这个要求 所以它是罪过 会这样子吗 不是这样子 然后呢 也不是说 因为这个是 它违背了佛教的交易 所以这个是罪 是这样子吗 也不是 那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个言论 因为这个行为 对终生 某一个生命 有伤害 有害 所以它是罪过 佛教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恶 恶就是这样子 善是什么呢 某一种言论 某一种言论 某一种这个 这个行为 这个并不是说 因为这种言论 这种行为 符合 释迦牟尼佛的要求 所以它是善 是这样子吗 不是这样子 也不是因为这个行为 这种行为 符合佛教的交易 所以它是善 所以它是善 是这样子吗 佛教不会这样子 那为什么这个是善呢 这就因为这件事情 因为这种言论 对某一个生命 或者是对大多数的生命 有利 有帮助 所以它是善 所以它是善 所以善和恶的区别 就是这样子 佛教认为 所有的这些善 恶等等 这都是一种自然的规律 自然的规律 善恶它不是释迦牟尼佛 说了算 释迦牟尼佛不是英国的创造者 不是英国的创造者 比如说其他宗教 它会说 这个世界是某某生创造 但是别人的宗教讲的 我们不评论这个对和不对 但是佛教它不会这样讲 佛教就讲 硬和过 这个跟释迦牟尼佛没有关系的 它是一种自然的规律 善有善保 恶有恶保 就非常的简单 就像我们中瓜 德瓜 中斗 德斗 就是一个这么简单的道理 这跟释迦牟尼佛没有关系 释迦牟尼佛是2500多年前出生的 出现的 出世的 那么人类历史呢 在2500多年前 还有很长很长的时间 那么佛陀没有出现之前 这些善恶的因果存在吗 它是存在的 这就是充分的说明 这个不是释迦牟尼佛创造的 那释迦牟尼佛跟这个因果有什么关系呢 释迦牟尼佛他不是创造者 而是他是发现者 他发现了这个 这个 因果的关系 然后他发现了以后呢 他告诉我们这个自然的规律 所以我们今天 相信因果 实际上我们是相信自然规律 我们今天我们尊重 尊重这个因果 或者我们对这个因果有敬畏感 实际上我们是对自然的规律 有敬畏感 我们在尊重自然的规律 我们尊重自然的规律 实际上 如果有人去否定这个因果的存在 那么等于就是否定自然的规律 如果有人反对这个因果 那么这就是意味着 反对自然的规律 他不是反对释迦牟尼佛 就是反对自然规律 他如果不承认 他不承认英国 善有三保 二有五保 他不承认 他这个不是否定佛教 而是否定自然的规律 就这么简单的 所以善和恶 他不是佛陀指定的 不是佛陀指定 佛陀是告诉我们的真理 实际上这个就是 是一种自然的规律 那么这个自然规律的 善和恶的区分呢 就是凡是对众生有利的 凡是对众生有利的 现在有利 以后也有利 这样子是纯粹的善 现在暂时眼前有利 但是长久的角度来讲 有害 这个不叫善 这不就是善 这个就是恶 然后呢 现在暂时 暂时眼前稍微有一点点的害 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讲 有利 这是善 这叫做善 然后呢 暂时的 为了长远的 斗有害 那么这就是典型的恶 善和恶就是这样子的 善和恶的区别就这样子 所以呢 我们尊重 尊重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因果 尊重因果 所以释迦牟尼佛的 佛教的这些戒律呢 他就是建立在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因果的规律的基础之上 并不是 就是建立在某一个教条 某一个没有任何跟 没有任何依据的这个教条之上 这样子没有太大的意义啊 但他不是这样子 傻 倒 投刀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或者是每一个这个生命来说 他的 他最这个时尚最尊贵的是什么呢 对他来说 时尚最尊贵的是什么 就是自己的生命 就是自己的生命 一个人 或者是一个动物 或者是另外一条 另外一种生命 都是一样的 世上有很多很多 我们每一个人喜欢的东西 但是呢 这所有的喜欢的东西 都不能超过自己的这个生命 所以生命是 对每一个生命来说 是最重要 最珍贵的 所以呢 你没有权利去剥夺 这样子的 这个终生的生命 如果剥夺了 这个生存权 那么这个就是最大最大的 最最头好的 反罪 所以呢 佛教将杀刀 淫亡救 他有一个次底啊 这个次底 有一个顺序 为什么 为什么不说 这个淫导救杀 为什么不是这样子的顺序呢 为什么是杀盗淫亡救 这样子呢 他为什么呢 这个就是 这个次底啊 这个顺序是很有将就的 所以佛教觉得 所有的生命 他最尊贵的 就是自己的生命 这个是任何人 没有剥夺这个的权利 如果剥夺了这个权利 那么这个是投好的罪 所以就是放在第一个杀 就是这样子 那么这个任何时代 任何时候 这个没有人反对杀 到除了生命以外 绝大多数的人来说 除了生命以外呢 然后他自己的财富 物质的财富 或者是废物质的财富 都叫做财富 这个是很重要的 比如说我们人活下来了 活下来了以后呢 大家都面对很多很多的 这个辛苦 困难 痛苦 为什么呢 这是为了财富 这是为了财富 我们为了财富 除了生命以外 什么都敢付出 什么都敢付出 但是为了财富付出 生命这个有点不可能了 为什么呢 生命都不存在了 那么这个财富用来干什么 没有用的 所以除了生命以外 很多都是愿意付出的 所以财富 对任何一个生命来说 很重要的 所以不能剥夺 这个其他众生的财富 如果剥夺了 那就是第二罪 第二好罪 所以杀刀 赢就是破坏 别人的家庭 家庭对一个在家人来说 特别的重要 比如说像一只鸟 它的尿巢 对它来说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很多的鸟 它辛辛苦苦 辛辛苦苦 它就是一粒一粒的泥 或者是一根一根的草 建起来 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就捡起它的鸟巢 它的巢对它来说很重要 然后我们一个在家人来说 家很重要 家这个字非常的重要 如果去破坏 那么除了生命和财富以外 家是很重要的 第三罪 第四 就是人的这种信赖 相信一个人 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然后呢 这个人相信 相信我了以后呢 我用欺骗的手段去 欺骗这个人 等于就是我剥夺了 他的这种信赖 信任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 很大的罪 所以呢 放在最后一个 那么这四个呢 就佛教的戒律 这四个佛教的戒律 最后一个就是喝酒 酒它本身 佛教人们不是非常严重的 饮酒啊 它本身不是非常严重的 但是呢 如果饮酒 那么人会失控 失控了以后呢 他本身是不杀 不倒 不饮 不亡的一个非常好的人 但是呢 饮酒 人失控了以后呢 杀 刀 饮 亡 都有可能的 所以 佛教 在这个 揪这上面呢 也是比较忠实的 要求比较严格的 那这四个就是戒律 那这四个 我们怎么样融入到生活当中 很简单呢 在生活当中 不杀 不杀人 尽量的不杀其他的生命 至少不杀人 这一点要去做到 然后呢 不倒 在做生意的过程当中 比如说 投水 楼水 等等等等的 有很多很多的这些 投到啊 如果 吸奋 吸奖的话 那就有很多 有很多 那么这些都不做 在生活当中啊 就是做一个 很诚恳的 很诚实的 一个这样子的人 很老实的一个这样子的人 不投别人的东西 做生意 在任何一个事情上 就是要 要这个 比如说做生意呢 也就是要考虑双印 考虑双印 这个是全世界的 这个企业文化当中 最重要最重要的 就是要考虑双印 这个其实这个是佛教 这是佛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 双印就是利他 利他 自己本身也要赚一部分的钱 但是呢 不是把所有的利润 就为我而向 然后呢 就是我一部分的 百分之五十 可以让 可以让给对方 那么这样子的生意 是最有 最有前途的 最有成就的 最自己有利 对别人也有利 那么这个是真正的佛教的要求 在做生意上也这样子 然后呢 任何一个事情上 都不投刀 做一个真称的人 然后不赢 也就是这样子 就是在这个 比如说我们现在 在释迦摩尼佛的年代 这个不是很严重 但是现在呢 比如说在这个全球来说 理魂率啊 一年比一年高 一年比一年高 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在理魂的过程当中 很多人受到伤害 精神上的伤害啊 等等等等 比如说 比如说一个离婚 一个破坏一个别人的家庭 有可能对这个家庭来说 有可能这个是一个 一个啊 灰灭性的 或者是宰难性的打击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 比如说啊 这个父母离婚了以后呢 有可能因为他们的离婚 他们的小孩啊 得不到啊 这个很好的教育啊 然后就是得不到一个一个 一个好的这个成长的环境啊 然后从此以后呢 把他的这个未来 他的这个整个的人生啊 也就是啊 因为因此而就灰掉啊 等等 都有可能的都有可能 所以佛陀觉得这个很很严重的问题 然后王啊 也就是这样子 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上可以做的 节啊 就是这样简单讲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